其实没有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会有更大的伤害 根据新加坡气象署的网站 本地紫外线指数在上个星期达到极高水平 在太阳常年照耀的新加坡 紫外线对我们的眼睛会造成什么伤害 紫外线会造成眼睛的各种疾病 例如生长异状弩肉 这是结膜上突出来的一块生长物 它会有可能伸延到眼角膜上影响到湿力 除此之外也可能导致白内障的产生 黄斑病变的进展 还有就是增加连减皮肤癌的风险 燕光师建议在烈日底下 可以戴太阳眼镜来保护眼睛 但要懂得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是建议UV400 或者是讲Polarized Lenses 会保护我们的眼睛 阻挡了100%的UVA跟UVB 还有那个形状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 我们建议是需要选一个是比较扩大的 可以盖住我们的眼睛 因为紫外线可以进去 从有很多的角度射进去我们的瞳孔 所以戴比较大的太阳眼镜会帮助会比较好 其实没有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会有更大的伤害 太阳眼镜深色其实会让我们的瞳孔扩大 所以如果是没有防紫外线的太阳眼镜 其实可以有比较多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镜 公众出门在外的时候会戴墨镜吗 平时会 也没有特别保护 可是会戴太阳眼镜 这个最近几年之后 因为太 I think现在的UV很强 所以一定要保护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呢 麻烦 就是我戴太阳眼镜 然后我又看不到 因为我近视 所以除非你戴那种 有度数的那种 以前我有戴过一次 之后我觉得有点麻烦 我就没戴了 预防剩余治疗 除了在户外时要保护好我们的双眼 燕光师建议我们养成好习惯 在近距离看东西时 每隔20分钟应该适当地让眼睛休息 我们现在的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所以在用手机和电脑时 定期休息眼睛的是很重要 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是认为是20的规则 每个20分钟的屏幕时间 我们要看20英尺 6米的东西20秒 这会帮助眼睛放松 李逢源毕业后就在眼镜行从事燕光师的工作 也跟父亲学习怎么打理生意 我选择了当眼光师的原因是 为了我们的家族企业 我们的家族企业 从在单融卡通的第一件事 已经是有35年了 我留下来的原因是那份的满足感 每当我能帮助别人的 我们的顾客的势力问题 我都会觉得很满足 通过正规的教育 这年代的眼光师受的教育程度更高 也陪备了更新的机器 过去任何人都可以卖一副眼镜 但是现在要求所有的眼光师 有获得卫生部的认证和许可 凯玉眼镜行从70年代末开业至今 见证了眼镜行业的改变 由于工作时间不固定 如今很难请到本地人 老板也感叹现在这一行的竞争不小 早期大的连锁店是比较少 一般都是小型的企业 现在的都是那些 拥有很多资金的连锁店来竞争 现在的就会比较难 他们够资金来做marketing跟找最理想的location地方 这些连锁店就会比较难竞争 我们的店完全眼光师的 我们就没有配进师 所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合格的 虽然李凯汉半辈子都在眼镜店工作 他年轻的时候并不需要戴眼镜 尽管如此 人到中年还是无法逃脱戴眼镜的宿命 我本身是远世的 从小到四十岁就不戴眼镜 可是我的远世一到我的老花就增加了很快 这些年轻的时候不需要戴眼镜 一般一到了一个年龄就是payback time 他们戴的戴眼镜的时间就更长 远也不清楚 近也不清楚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科技的发展 眼镜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他们 每个人都能拥有清晰而健康的视力 从而更好地欣赏世界的美丽